这个男人拿出了全部家当 准备买一件质量超好的防弹衣 很快他便看中了一个黑色的 男人问提这个质量怎么样 可这老板也是个爽快人 直接将防弹衣穿在了自己身上 随后便掏出一把手枪递给男人 让他亲自来试试 男人赶忙说没这个必要 可见老板坚持让他试一下 他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 男人见不好拒绝 就当场给他来了一枪 就这样男人被成功送进了监狱 他的妻子得知后特意来探望他 男人告诉他 三年后我就可以出去了 而妻子也拿出了手机 给他看他们之前的照片 可正当男人看到投入的时候 妻子却不小心翻到了老王的照片 男人看到顿时上头 妻子赶忙拿出全家照来安慰丈夫 并保证下次再也不会了 看着妻子如此的真诚 男人还是选择原谅了他 可谁曾想下一秒 老王就打来了电话 随着探监时间结束 妻子还依依不舍 男人也伤心欲绝 妻子还依依不舍 妻子还依不舍